拼多多发布Q3财报持续重仓农业 三季度所有利润继续投入百亿农严专项 凤凰网科技讯 北京时间11月26日 拼多多发布了2021年第三季度财报 台报显示 截止2021年9月30日 拼多多年度活跃买家数达到8.673亿 三季度平均月活跃用户数达7.415亿 第三季度平台进一步加大了对技术研发的投入 同时根据拼多多年报披露 公司约60%的员工为研发人员 在云南昆明的多多农严比赛基地 四肢决赛战队正在通过AI的方式种植番茄 今年8月 拼多多设立百亿农严专项 宣布将第二季度及未来几个季度的利润 优先投入该专项 在营收方面 今年第三季度 拼多多实现营收215.058亿元 较上一年同比增长51% 主要来自于在线营销技术服务 陈磊表示 拼多多会将过去五年在营销方面的重心 更多的转向研发 并利用拼多多在技术方面的优势 进一步推动农业数字化 拼多多成立之初 就是通过帮助农业进入数字经济来创造价值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 自去年疫情以来 团队中的很多年轻成员 展现了他们服务于用户和社会的核心价值理念 做出了切实可行的业务决策并稳健执行 从简营销 重研发 到坚持重投农业 将农业作为长期选择 再到加强对年轻管理者的培养 这些都不能看出 自今年三月接棒以来 拼多多董事长兼CEO陈磊 选择了一条更为稳健 更具有长期信心的发展路径